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被网友敲访靠大S养家,王小菲深夜霸气回队甩下这段话。 北京爷妈王小菲和大S结婚七年多,一女一子,成功凑成好字。 之前,因为王小菲过分疼爱女儿冷落儿子,让一种网友组队调侃她,说小西林是充话费送的,王小菲也是好脾气,一直都甘愿在女儿奴的角色中越陷越深,疼自己的女儿,让别人输去吧。 不过最近,因为网友的一句话,王小菲却坐不住了,大S最近似乎沉迷于减肥瘦身这件事。 昨天,有娱乐新闻说,大S靠着业力,在短短一个月之内,足足瘦了十公斤,这样经为天人的瘦身速度,不知刺激了多少正在吃只手挑泡面的肥柴,为了显得更有收服力一些,大S还顺便公开了自己的瘦身菜单喝方法。 只吃早餐和午餐,为了对自己狠一点,他甚至把营养师搭配的食物再减罢,然后每周请健身教练来家里上三次课,大S这么拼,该是要付出了吧。 于是有网友就在这条娱乐新闻下的评论区回复,要靠老婆养家了,这就非常尴尬了,人家两口子好好的,王小菲的生意也做得如日中天,怎么就要靠老婆养了呢? 没想到这条不负责任的评论,被王小菲本人抓了个正正。 凌晨两点,王小菲连睡觉都顾不上了,直接把这条评论转进了自己的微博,看到开头那句歌告诉你,我就吓哭了。 哇,王小菲真爷们啊,总结下来,王小菲说酒店只是她的爱好和梦想,养家正前还是在北京,洋洋洒洒洒126个字,在结束时还不忘说一句,老婆的事业也是打事业,即表达了自己的立场,解释了自己的现状,最后还不忘背护老婆。 这样霸气的会对,真爷妈,真帅,满分。 看到王小菲如此帅气的回应之后,有网友也在评论区夸奖王小菲。 说王小菲是标杆一般的人物,面对这样的褒奖,王小菲也回复说,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对消费者有意义的,回报是必然的,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,大S有这样三观,正又有正能量的老公,真的是赚到了。